首先派特使持贺涵进见陈永良 恭喜他近畏汉王 并表示出清心归顺之意 刘伯温话一未落 却他就指着鼻子骂 你说的是人话吗 有人甚至叫嚣 他做过朝廷的英权 是走狗是帮凶 甚至有人拔出战斗 举头劈向刘伯温 杨颜先砍了他 再受军阀的处置 幸亏他和及时阻止 刘伯温无助地看向 率作上的朱院长 朱院长脸色阴沉 目光冷得吓人 他又看向身旁的李善长 李善长扭过头一脸蹦发 心中却在暗笑活该 刘伯温心寒不已 大帅 这下告辞了 刘伯温黯然离开 显示自己对朝廷忠心耿耿 可朝廷却拿自己的脑袋 去向方国珍显媚 后来又遇到了朱院长 三番五次地邀请他 本以为遇到了民主 可出自一事就让他 对自己心存借替 看来这天下之大 却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力 转发 打赏脸 转发 打赏脸 这天下之后